3月10日将要上线的黑暗荣耀第二季 在新发布的预告片里能让我们看到不少信息 让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用乔妹的话说结局并不是很好 毕竟荣耀都隐藏在黑暗中 一开始就是乔妹在写信 她的后半生都交给了复仇 这是一封复仇的信 也是一封自白书 结局终将是悲剧 一次乔妹一头金发神经质的老妈 在乔妹的校门口疯狂的笑 接续上一季 乔妹偷窥颜真的住所被发现 乔妹身上的伤痛依然每日折磨着她 何社长和女儿今天有多欢笑 他日就有多难受 上一季和颜真重逢后的镜头 预示着他们开始了正面交锋 其他伤害过乔妹的人也都给到了镜头 一个都不会放过才叫复仇啊 一袋子现金拿了出来 颜真要出手了 惠子举着平板电脑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或许是发现了新的秘密 颜真手上多了一个绿色的戒指 好像敲开了闲蓝的车窗 其他的人手也没有干净的 在这部剧里 鞋子是绿色的 戒指也是绿色的 应该是对应红绿部分的色褒症特异的设定 当然 何社长戴的帽子应该是最绿的 他回头望向了某人 少年时的乔妹被颜真烧了头发 有一个打火机点起 乔妹要烧掉什么 颜真神神召召老妈的柜子里满是符咒 会有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的意味 乔妹和颜真在教堂里见面 听口说出了他会将复仇做到一定程度 乔妹的忠实盟友保洁大妈贤男 给出了一脸伤痕的镜头 看得出来惊受了暴揍 贤男应该是进了监狱 或许告诉我们新一季暴力手段出现 喜欢乔妹的小奶狗周汝正也将要出手了 手拿起了注射器 何社长从监视器里看到了什么 一脸的难受 衣帽间里贤真拿起了一个发卡 多恩瘫倒在地上大喊不要这样 场景貌似是在赛俊的服装店里 坐在车里哭的小奶狗 雪落在荒僻街向伤心的乔妹身上 女学生召妻坠楼的画面 颜真和警察进入了一个装修不错的房间 一个房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看床垫应该是乔妹住的 小多虫沙沙被暗倒在地被捕 大卡车飞速撞向 貌似贤男的车子 何社长对着颜真在第一季末 乔妹的房间里大吼 乔妹忠实盟友闲难嘶吼 颜真的妈妈大喊 貌似乔妹一身黑衣在房间一地照片里翻找 小奶狗如正大闹法庭 应该是杀死他父亲的杀人魔江永天出现了 穿着睡衣的颜真有点失常 脸上被力气划上过的乔妹特写 雪落之夜 仇人的照片被乔妹都扔进了铁皮筒里烧掉 说明想要杀掉颜真的乔妹 仅四十多个画面 给我们展现了复仇最后有了结果